哈囉大家好我是劍文 那今天要來教大家 做菜 沒想到我會做菜吧 那我今天要做的就是 就是日本的炒麵 那要準備的材料有 超市就買得到 大白菜然後蔥 然後一顆蛋 然後再加一些肉片 然後你只需要一個油 好那現在我們就來備料 把這些東西給 切一切 Let's go 切肉 切菜 料都備好了 然後我們先把油加進去 好那我們要先 那我們現在要 把它打開 Switch on 好加熱 現在它這樣開始就加熱了 好倒油 好 加水 好 然後剛剛加完水之後 讓麵軟掉 對然後把這個料都放在旁邊 這樣才不會澆掉 放在旁邊才不會澆掉 然後有人問說為什麼要放這麼多肉 因為我想吃肉 然後 為什麼菜也要放那麼多呢 因為健康 好 好 那等麵差不多 軟掉之後 然後看那個水 看那個水 是不是都 都差不多快蒸發了 快差不多快蒸發之後 就可以倒入我們的 yakisoba的醬汁 不對不是醬汁 是粉 好 這個就是粉 然後把它倒進去 好接下來就開始 攪一攪 最後再加蔥 好的 那現在 把蔥加進去 拌一拌之後 就差不多了 然後那顆蛋就是 我等一下要煎荷包蛋 就這樣 好 上菜了 好 那你們學會了嗎 這就是 一般的yakisoba 一般的炒麵 你學會了嗎 下次換你來做 掰 我學會了 我別討厭 好 開啟